大家好,我是王東銘老師 各位好,我是Brian老師 今天呢,我們兩個老師要推薦一個課程給大家 這個課程跟閒聊有很大的關係 沒錯,可能很多人都覺得閒聊就是輕鬆的聊天 事實上,它的內容不止於此 Brian,我們為什麼要開這個課? 以我個人來說,我對閒聊這個話題很有興趣 是因為呢,之前曾經參加過廣播節目 被專訪問到,我醫生中最熱血的事情是什麼 結果我仔細想想發現,我這輩子遇到很多很多的貴人 對我的事業、對我的學業都有很大的幫助 我們一開始都是透過閒聊來建立彼此的關係 而我,我覺得每個人都有智慧心手機喔 說話閒聊的過程中一直在退化 在退化的過程中,我發現他不知道該怎麼樣跟人家聊一天 他會在線上聊天,但是無法念對面 所以我覺得這很重要 沒錯,那我想問問看東銘 你覺得閒聊這件事情是可以透過後天的學習來改善的嗎? 當然啊,除了我去生之外 我自己是一個禮子啊,我本來就是一個內向害羞不再延遲的人 可是在過程當中,閒聊也讓我們得到很多的機會 閒聊如何讓人家記住你,怎麼樣對人有好感 我覺得這是需要花很多時間去練習的 的確喔,所以這門課程其實我跟東銘老師我們花了很多時間 把我們自己的經驗整理成一條一條 可以執行、可以練習、可以相互演練的法則 我們希望同學在這個課程中跟著我們的腳步 一步一步培養自己與別人溝通、與別人閒聊的能力 那這堂課還可以學到什麼呢? 我們希望透過這門課,除了大家可以親自的演練之外 我們把很多閒聊常控到的問題做系統化的整理 舉例來說,怎麼找話題 我們會幫大家整理一個所謂的話題取證 比方說如何克服自己的緊張情緒 我們會教給大家多個步驟 一步一步來穩定自己的情緒 當然,我們也教給大家如何切入談話小圈圈 如何結束一段閒聊的方法 除此之外,我們還有現場立即性的演練以及修正 最重要的是,什麼樣的人適合參加這樣的課程呢? 是誰 是誰 在聊動 在...在閒聊裡面 我們常常碰到三個問題 如果你有其中任何一個,都很歡迎你來為自己加油 如果你面對陌生人 面對社交的場合 你容易害羞 你會不好意思 你會很膽怯 那你可以考慮來參加 這不用想 這一定要來參加 對 另外,當面對群眾的時候 如果你不知道該怎麼開始講話 這時候 你也...這個門課程也給你很大的幫助 這更要參加嗎? 如果你常常覺得跟朋友跟客戶 面對面非常尷尬 找不到話題 不知道該講些什麼 這門課也會給你一些方向 這更要糾團來參加 除此之外,業務適合嗎? 如果你身兼業務的工作 你常常要面對客戶 面對主管 面對同事 這門課更是非常適合你 因為我們會傳授給你很多技巧 讓你利用閒聊 我們建立彼此的呼吸 那如果是那種已經很會說話的人呢? 那你也可以考慮來參加 因為這門課 我們會把各種閒聊的方式 做系統化的整理 而且我們會幫助你 要聲音加上表情 讓你的話語有更多的情緒 讓你的談話更加生動